老花姨美丽的回答一下 出宝们的养发问题 第一个出宝说 老花姨 这个秋海棠买两年了 一直半死不活 放到菜边一晒就成荤了 沙发旁边呢 光照少也没有多好 横土不算干 但是它的叶子经常成荤 它一直长新叶 老叶成荤 你无需管它 另外我看你也用了肥料 这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在这个盆 在这个土 在这个环境 它能长的叶子只有那么多 老叶子变成荤 那属于正常的一个代谢 这个无需要管它 好吧 养的挺不错的 可以适当的修剪 适当的修剪 别的没啥 需要一些光照 不要太强就行了 好吗 你看在家里边养 肯定是跟我们这种 专业的养护 它差了好多事呢 现在出宝说老花姨 养残花开的好好的 突然不成长了 这是怎么回事 残花呢 在北方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空气太过于干燥 第二个点就是碱性过于偏高 就是两个点 再有一个呢 残花呢 是需要梳理的 就是花苞特别的多 大家一定要适当的摘除一部分 保留一些个比较好的 那些个总会开不开 因为它的空气速度达不到啊 包括咱自己本身的一个养护不到位啊 它就会这样子 有开就挺好了 你这个养的已经很棒了 就相对于咱们这些个 经常能刷到视频的话 能比一半人以上要强的很多了 好吧 要苏脸的 要苏脸的 摘花苞那些开不开的 就摘掉就行了 适当的加点肥料啊 开花期还是对肥料的消耗比较大的 虽然说茶花耐鸡薄 不怎么洗肥 下个周宝说 玛格丽的花苞总是黑杆 咋的呢 帮我看看嘛 开不开 死包啊 死包主要还是因为敲零 你可以用些零算上去讲 或者是花猪多二号这种 别的没啥 加强一下光照 我们那个就一直开 光照可能还差点意思 下个周宝说 前阵子收到的虎头茉莉 头中被压了 看看怎么样 能让它直立起来吗 可以的 它自己就可以直立起来 你养嘛 而且跟大家伙 也不止一次的说 买茉莉最好是买这种 单杆如磕 你不论什么花 一个盆里边一磕呢 养护起来就比较省心 好几颗在一块 它是相互增强营养的 养了吧 没事 这个压弯了 它还可以 开完花以后 你修剪 它长新枝条 你不用老是纠结于现在 你要看未来 下个初宝说 桂花浇尖了 又长出来新芽了 这咋回事 我怎么看不到 然后呢 现在是一个正常的复苏状态 正常的复苏状态 之前为什么浇的 我也看不着了 现在这个是 就是还能活 还可以续命 好吧 正常的养护就好了 正常的养护 别的没啥了 之前那个也没有照片 也看不着 一般你要说 之前那种大面积的 一个掉叶 可能是因为咱们的 这个水肥啊 包括自己的光照 等等一系列啊 呼噜呼噜全掉了 不过它现在 凭自身的一些个养分 它又涅槃重生了 把握好这一波 未来以后还可以再复苏 像个初宝说 绣球灰烈级 发现杆子上 很多水泡一样的东西 是咋回事了吗 这个没什么事 就跟人一样 血管长了点瘤 对它的影响不大 等开完花以后 这些枝条都会剪掉的 都可以剪掉的 没什么事啊 总体还挺好的 另外我看了一下 有一点点的黑结 还是通风差点意思 别的没啥 可以用一张 一点那种杀菌剂 你比如说多菌灵 或者三座桐 阿梅灵 等等一系列的杀菌剂 罐罐根 好吧 好了 今天养活问题呢 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有些养活问题的 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活性的 下期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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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